各位优酷土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电影学院 那今天10月17号呢 是北京电影学院建校65周年的大日子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多知名的导演演员 都回到了这里参加他们的母校庆典 那都有谁呢 话不多说去红毯上看一眼吧 I guess you didn't care And I guess I like that And when I fell hard You took a step back Without me Without me Without me And he's a long one When he's next to me And I realize The blame is on me Cause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 So shame on me now Fle me to places I've never been So you put me down Oh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 So shame on me now 能让这么多大腕早早集合 布雕秩序 一一按照主办方的顺序走过红毯 而且还早早就在场内乖乖坐着的活动 除了咱北京电影学院的肖庆活动之外 小编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主办方 能让这些大腕这么听话了 说起来这些老同学聚会 互相爆料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感慨岁月的变迁也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之一 五八七的 二十七九六不严的 我们那个班就是老五班 二十九四级的 当时班上最好看的布料是谁啊 现在他来了吗 对 一共来了三个人 宋世丽 一个人刘新义 唐沃强刘新义今天都来了 那当年的最帅的 当时的女生心中谁最帅啊 陈康华明楼 03本的有好多什么李东玥他们那些都长得特别帅 学校变化很大了 他那时候不怎么住学校 我们当时专生本不被解决住宿 我们闪住了 专生本都收了 我们俩在母校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还曾经上台去表演过节目 没想到十五周年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三十年之后的唐老人年轻的时候 校美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成熟了 他怎么说 您猜的 我猜的老了 老了 猛猛心海中要说最耀眼的 还是咱九六表演本科班的同学们了 能 赵薇 黄晓明 张恒 邱老师 严丹臣 这么一大组人 实在是走到哪里都相当惹眼 不过我说崔老师 咱成宽怎么又没来 难道和黄晓明不合是真的 今天有事了 来不了了 本来是要来的 突然他家里面没事 他跟您说了一下 对对对 本来是没问题的 现在他们都老说 都说成功了黄晓明 是说最 我不知道 有这事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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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 非常好 怎么会呢 对啊 就关系都特别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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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不乖 您瞧崔老师这忙前忙后 口中一直念叨的这个人 就是当年赵薇他们班的班长祖风 虽然崔老师之前接受采访都说最喜欢小燕子 而黄晓明是最乖的之类一美之词 不过从在小燕子的爆料中 小编明显感觉祖风才应该是学生时代崔老师的最爱呀 要说当天最让小编惊讶的人 还是咱们的五十亿地黄博 他先是和零二表演本科班的刘亦菲 作为同届校友 出现在同一个方阵里走红毯 惊戴了众人的眼 而他俩是同学的事实 连九九届的师姐姚晨听了都觉得新鲜 随后黄博还被爆料是赵薇黄晓明的失职 我说照理是失职还差不多 咋就仗成了失职了呢 因为国庆是我的老师啊 国庆是我的同学啊 黄博算失职 黄博哪一届 这么大岁都还零二 现在基本问我年龄基本是不回答的 我说跟雷云菲是一届的 作为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影专业院校 北京电影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我们熟知的台前幕后电影从业人员 直此65周年校庆之际 学生们也通过我们优酷土豆的镜头 对母校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九九班祝母校生日快乐 感谢我们的学校 真的是伟大的学校 祝北京电影学院生日快乐 对不起啊 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能给中国的饮食业输入源源不断的输入饮食的人才 希望大家能关注勺子 这也是我和我先生算是送给母校的一份生日礼物 希望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在 我肯定在 我也肯定在 希望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还能来 颤颤巍巍的主持拐账来 他刚刚特别贴心说 这一百年生日的时候咱们还能来吗 我真的觉得应该能来 优酷全娱乐 玩儿太多了 眼镜化北京报道 各位优酷土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电影学院 那今天10月17号呢 是北京电影学院建校65周年的大日子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 很多知名的导演演员 都回到了这里参加他们的母校庆典 那都有谁呢 话不多说去红毯上看一眼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让这么多大腕早早集合 不雕智序一一按照主办方的顺序走过红毯 而且还早早就在场内乖乖坐着的活动 除了咱北京电影学院的肖庆活动之外 小编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主办方 能让这些大腕这么听话了 说起来这些老同学聚会 互相爆料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感慨岁月的变迁 也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之一 我发气的 12796毕业的 我们那个班就是老班 这是94级的 当时班上最好看的姑娘是谁啊 现在她来了吗 一共来了三个人 宋世丽 一个人刘新义 唐国强刘新义今天都来了 那当年的最帅的 当时你说心中谁最帅啊 陈康华明楼 03本的有好多什么李东学 他们那些都长得特别帅 学校变化很大嘛 他那时候不怎么住学校 我们当时专生本 不被解决住所 我们想住了 都专生本都收了 我们俩在母校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还曾经上台去表演过节目 没想到十五周年 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三十年之后的唐老师 年轻的时候 校美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成熟了 他怎么说 您猜的 我猜的老了 老了 猫猫心海中 要说最耀眼的 还是咱九六表演本科班的同学们了 能赵薇 黄小明 张恒 邱老师 严丹臣 这么一大组人 实在是走到哪里都相当惹眼 不过我说崔老师 咱陈宽怎么又没来 难道和黄小明不合是真的 我说今天有事了 来不了了 本来是要来的突然 他家里面没有事 他跟您说了一句 对对对对 本来是没问题的 现在他们都老说 说成熟了黄小明不合 是说最 我不知道 有这事吗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非常好 你们会的 对呀 这关系都特别好 对呀 都不可能 我在这怎么也不乖 您瞧崔老师这忙前忙后 口中一直念叨的这个人 就是当年赵薇他们班的班长祖峰 虽然崔老师之前接受采访 都说最喜欢小燕子 而黄小明是最乖的之类一美之词 不过从在小燕子的爆料中 小编明显感觉祖峰才应该是 学生时代崔老师的最爱呀 要说当天最让小编惊讶的人 还是咱们的50亿地黄泊 他先是和02表演本科班的刘亦菲 作为同届校友 出现在同一个方阵里走红毯 惊戴了众人的眼 而他俩是同学的事实 连九九届的师姐姚晨听了 都觉得新鲜 随后黄泊还被爆料 是赵薇黄小明的失职 我说赵里是师弟还差不多 咋就仗成了失职了呢 作为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影专业院校 北京电影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我们熟知的台前幕后电影从业人员 直此65周年校庆之际 学生们也通过我们优酷土豆的镜头对母校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九九班祝母校生日快乐 感谢我们的学校 真的是伟大的学校 祝北京电影学院生日快乐 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能给中国的影视业输入 源源不断的输入影视的人才 希望大家能关注勺子 这也是我和我先生 算是送给母校的一份生日礼物 希望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在 我肯定在 我也肯定在 希望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还能来 参加威威的主持拐账来 他刚刚特别提前说 这一百年上去的时候咱们还能来吗 我真的想 应该能来 优酷全娱乐 玩太多了 眼睛花 北京报道